大家好,我是蔡律师,这位是杨律师 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工作 那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的市中心 National Mall,草坪上 我们背后呢,就是国会山 那我们在这里呢,讲一下我们在移民方面 这样的这个视频,对吧 大家呢,有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 有的访问的,有的来工作,有的来学习的 我们这个视频呢,讲到的是 在当前形势下,怎样保持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怎样解决在美国的身份问题,签证问题 好,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现在还是有很多中国人想要到美国生活工作 另外呢,有好多这个学生来美国留学 毕业以后呢,也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希望留在美国继续生活定居工作 但是呢,看到因为形势的变化 僧多周少等等原因 现在呢,要留在美国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如果说有的人有子女在美国留学 是吧,她想来美国陪读 那怎么能较长时间陪读呢 或者说,在美国留学,毕业以后 如果说我工作签证抽签 一时没有抽到,我还有什么其他选项呢 等等,我们来讨论一下 现在请杨律师说一下意见 对,那么如果你在美国 你的身份快面临过期的问题 那么可以选择的那个方式有 比方说B2延期,B2转F1,B2转LY,H1B等等 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短暂的离开美国 然后再用其他的签证再回来 那么我举个例子 最近我们就为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妻 获得了B2转F1的申请的批准 他们俩是单独分别申请B2转F1 那么都获得了批准 当然我们看到如果说转了F1 对吧,如果要工作怎么办呢 有的人可以用CPT来工作 对吧,另外如果说H1B抽签没有抽到 那也有不需要抽签的H1B 还有可以兼职concurrentH1B 还有可以考虑办O1不需要抽签 对吧,这些都是一些选项 也有的人办理了加拿大的移民 我们律所也可以在加拿大移民方面 提供咨询和帮助 还有一些人甚至说他一段时间离开美国 过后返回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如果他办理自主的申请EB1ANIW 这样不需要在美国的雇主支持 不需要已经在美国有固定工作 只要你是属于这样的人才 你从中国也可以直接申请 或者你在美国提交了申请以后 你也可以回到中国等待批准 或者等排期 像这样这类的客户 我们也都是有的 那么当然了,还是有很多人 中国申请人通过H1B取得批准 是吧,一会儿我们要请杨律师讲一下 比如说对于H1B申请这方面的看法和经验 现在很多人比如说毕业以后 我办H1B 或者是有这方面流程方面的问题 或者说觉得怎样能够避免常见的误区 有利于批准 或者是H1B申请的注意事项等等 请杨律师讲一下 好的 那么H1B是就是说大部分的留学生 那么留在美国走下来工作的一个途径 那么首先你需要找到一个为你办理H1B 提供sponsorship的这样一个雇主 然后每年的4月份将申请提交到移民局 那么会经过抽签 抽中了以后就可以继续接下来的办理 获得批准以后 一般是在当年的10月1号开始的H1B工作 那么在这个申请中间需要注意的一个是工作的性质 按照移民法的规定需要是specialty occupation 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工作 它要与你的学历是相关的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工资自然是越高越好 那么工资高一些有利于申请的批准 那么其他的比方说雇主的这个规模 雇主的经济能力 这个对申请都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有这方面的疑问 欢迎给我们发来email咨询 我们会为您解答相关的问题 是的 像杨律师讲到呢 我们新卫名律所为很多的申请人取得了H1B的批准 有的人是从一开始抽签的时候就找我们的 有的人呢是自己抽签或者雇主抽签 抽到以后找我们帮助他办理的 有的人呢是在收到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RFE NOID以后找到我们 我们帮他取得批准的 甚至还有的个别人呢申请被拒了 我们帮助他上诉或者重新申请取得批准 所以呢办法还是很多的啊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我们知道最近因为IT行业类off啊等等是吧 那面临呢就是这个签证身份中断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那你还是可以考虑比如转B2啊同时再想别的办法 这个移民局也是允许的对吧 大家听说现在用B2签证身份也是可以找工作的 所以总之呢出路还是很多的对吧 美国至少呢到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每年呢都接受超过100万的移民 那我们在这个美国的首都市中心来讲移民问题 我们认为呢也有一些特殊意义 现在呢太阳要落山了对吧 西沉呢永远是同一个太阳 但是第二天呢仍然会以朝阳的形式来升起啊 对生活永远抱有希望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以前 其次是现在 离元献雨不如退而结往啊 采取行动 然后呢那你才能够成功 对吧 圣经上说你敲门门就为你开 你寻求你就能找到啊 那么如果你关于办理绿卡 关于办理签证 关于身份问题 有各种疑问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